你 别动 再动赶紧捆 陆思诚 我不是 你松手 你 诚哥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 我一定是在梦游 我的天 我才看到了个啥 我又笑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对照 怪我太天真 为什么被我看到 为什么又被我看到 胖因为你年365天 大概只有不超过5天的时间会造型 为什么就偏偏选这几天才爱我的眼睛 还是其实你们天天都 我要报警 哇 好 陆岳 打得不错啊 全场最佳 感觉打完这一场 你粉丝都要涨三十万了 干什么你 阴水机对你做什么了 还是你打算退役啊 哥 你跟矮子刚说什么了 怎么搞得这家伙整个意志都崩塌了呀 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这场比赛之后 我们队依然保持着全胜记录 你看见台下的粉丝了没有 他们为你的胜利挥舞的荧光棒 都是阵之前为你打下的江山 是 你打下了一片江山 然后一霸着山飞 还可以损得十二万 喂 我是在夸你 你有没有良心啊 真不着呢 打得真不错 非常好 是吧 你俩话怎么那么多 要几点才能出来啊 谁知道啊 等着吧 这等了大半天了 来了来了 谢谢谢谢 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人还挺多的 请问童谣 对于这次竞赛你有什么看法 我活该 会不会觉得特别委屈 外界传言你是为了维护队友 才做出这样的举动 不委屈 会不会担心自己被陆月水取代 我就竞赛一场而已 为什么出手打人 难道你不知道这样会影响你的形象吗 还是你知道自己作为唯一的参赛女选手 一举一动都会得到大众的关注 为了博得关注你忍不住这么做 差不多行啊 你说这些人他怎么回答 你哪家媒体 本来就是啊 没有一点实信就让他上了首发 听说之前签了合同的 是啊 就算是真厉害 之前直播也没开摄像头 谁知道是不是自己打的 俱乐部就直接给了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 又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 剥夺政治权利 所以 话想好了再说 诚哥他说的真的假的 你当我哥正法大学白念的 诚先生 酒别战场重新回归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所以今天用了新练的诗神 对 对 对选手今天拿出了以自己打法 并不那么匹配的奄奄罗 真是让人大吃一惊 请问是否有事先准备好呢 也不算提前准备好吧 只是我们教练 对 我们教练 名神 他说国产中担必须要回这个诗神 不会的话会有点丢人 所以我就提前列了 这么说 笑容也会玩奄奄罗咯 嗯 他玩奄奄罗玩得很好 事实上我觉得他什么都会 刚开始比安花玩得不太好 但后面也玩得不错 看来 ZJDX战队首发与替补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那么紧张 没什么好紧张的 我们风格不一样 打法不一样 该谁上就谁上 但是就现在的情况而言 还是他比我更适合做首发 不过我之后也会变得更强大 这是肯定的 看来绿拳手这是在回应网上 对ZJDX战队的一些质疑啊 我相信我都有的判断力 如果我有什么想要的 我自己也会去争取的 算你有点良心 居然还知道夸我 你可别想多了 我是为了维护我哥的战队而已 太凶狂了 里面请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怎么啦 怎么了 腿瘸了 磨破了 小心点 等等啊 脚磨破都不说 你也办 我去店里买个创口贴就好了 来来来 走走 咱们来拍一张照吧 来来来 找一个好 来来来 找一个好 好来 你看这个东西 这小崽子每次出来 身边都一堆女 二 二 三 小姐姐 看看怎么样 你怎么也来了 我来吃饭 昨天我直播了 直播间有人说你 我骂人 我让他们不要说你 你很好 谢谢啊 不过下次别这样了 他们会连你一起骂的 会连累你的 眼泪 听不懂 兄 连累的母亲都写了 你确定 姐姐 你好可爱 骂人 你这么可爱 今天 我跟泰伦哥说 你很有趣 泰伦哥也说你很有趣 你好 我说不行 这是另外一个哥哥的女人 就算不是 我也排第二 白日做梦 白日做梦也哟 同样的 哥 你骂人一点也不可爱 姐姐 我先去吃饭了 一会儿我也信联系 好好走路啊 那个泰伦哥他 什么泰伦哥 你们很熟吗 看着很面熟啊 又是一个大爷 我 小姐姐 你怎么了 这个泰伦哥 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咱们之前看过DQ5的比赛视频啊 不是 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 别瞎想 赶紧吃 吃一个吧 我想起来了 怎么了 我在哪里看到过泰伦哥 我在宁佳琪的直播里面看到过 她们俩什么关系啊 两女朋友 你不知道 孩子 吃肉 长高 师傅 前面旁边停一下 诚哥你要干嘛啊 买东西 你们不用等我 我 冰冰 我们去吃饭饭喽 走吧 吃饭喽 拜拜 这 小姐姐 快来 这 怎么了 这 诚哥的金鱼儿子为什么只剩两条了 下午比赛出门之前还是三条的 你看错了吧 不能 你自己看 大饼 赶紧想招 要不然等诚哥回来 你和大饼都要被灭口 你看 你看 是怎么样 你觉得诚哥是傻子吗 他说不定 压根就看不见呢 这颜色都不一样 你们在干什么 诚哥 你儿子自己乱吃东西 怎么把自己撑死了 我帮你毁身边界 嗯 你儿子自己想想 你儿子自己想想 还没好好谢谢诚哥的教育之恩呢 好 教育意义之身 有如我的再生父母之恩 诚哥这么宅心仁厚 心慈如菩萨 对万物圣灵都充满爱 遵守自然界因果法则 遵守食物链弱弱强食的规律 朋友 说人话 我的猫 遵守大自然弱弱强食的规律 吃了你的鱼 我错了 乐观点 你这么想想 说不定是你的金鱼儿子 长翅膀飞走了 北鸣有鱼 齐鸣为鲲 宽之大一锅顿下 冲个贴 冲个贴 ORG 试食物链 那当然了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 当然高兴 是吗 你们家队长那边可是阴云密布呢 什么意思 你们家队长 在直播间不好好打游戏 正在某宝搜索食人鱼火体云来 刚才家转我了 我转你啊 我挂了啊 不耽误你欣赏你们家队长的阴姿了 诚哥 食人鱼火体鱼苗买不了 搜索别的吧 不知道为什么搜索结果全是捕鹰草 不过想想这东西在鱼缸旁边 效果好像一样 于是就买了 诚哥 什么效果 谁在首先去料鱼就咬谁 捕鹰草 不是吧 他不会要吃了我的大饼吧 大饼 妈妈对不起你 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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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헉 大饼 大饼 大�ueprints 别动 再动赶紧滚 陆思诚 我不是 你这么说 你 诚哥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 我 我一定是在梦游 我的天 我才看到了个啥 我又笑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对照 怪我太天真 为什么被我看到 为什么又被我看到 胖英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大概只有不超过五天的时间会早期 为什么就偏偏选这几天才挨我的眼睛 还是其实你们天天都 我要报警 干吗 怎么一副你受惊吓的样子 你干什么啊 人家睡觉你从那么见 我从楼上下来 想看看我的猫是不是还活着 跑后的猫怎么会死啊 你要找借口麻烦也换一换 还要不是你昨天说要买那个捕英草 我就看我的猫是不是活着 有没有被你掐死 准备塞马腾里冲走 结果 就下来看见你开着牌位睡着了 然后就出于好心 怕你冻着 给你找了条毯子盖 谁知道你一言不合 就把我的头往你肚子上按 还弄了我的头 怎么可能 你以为我是大饼 怎 怎么 反正最后 落幕戏让小胖看到了 喂 小胖 你看错了 我们什么都没做 好 真要做什么 为什么会在客厅 你没带脑子我带了吗 你语气要是不这么凶巴巴的 还有点说服力 现在连我都觉得你是在护救蛮臣 所以你认为 小胖觉得我们在做什么 诚哥 今天周二 嗯 没有训练赛 原本说 原本说反正今天大家都没事 要不一起去逛花鸟育虫市场 正好陪你一条金鱼 嗯 但是看你昨晚通宵排位 一晚上没睡 我看还是算了吧 好 等我洗澡澡换个衣服 麻烦你也洗个头 等我洗澡澡换个衣服 麻烦你也洗个头 我 好的 再来 着 我们 那个 想 烟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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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好 小胖 直播绩效还不够吧 够了啊 够什么够 我看你是吃够了 你再这样扣你工资了啊 这什么啊 小姐姐今天打扮得分外妖娆啊 我去吧 穿个鞋子还要选一个牌子什么鬼 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我对双C干吗去了 说去花鸟市场买鱼 说去花鸟市场买鱼啊 是民政局旁边的花鸟市场 还是花鸟市场旁边的民政局啊 春天到了 又到了小洞我们蠢蠢欲动的季节啊 这俩人 也太明明张胆了吧 虽然说俱乐部守则 没说不许吧 但这个也 哎呀 突然觉得好气啊 这一年头连智障和小微生 都能烂锅烂盖地去约会了 而我们的老猫 这种正常人 确实单身狗 只能孤独地撸体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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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